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有一個消息 其實也在大陸來說很大件事 就是中國的債券價格大跌 這個是最近出現了三年以來最嚴重的跌幅 由於 美元的匯率強硬的高企 以及不斷加息 人民幣就迫著貶值 以及 人民幣由於經濟很差的時候 迫著減息 令到 利率 出現了倒掛 或者 我們叫黃金交叉 人民幣的收益率 下跌 而美元的收益率上升 而買美國國債的回報更高 人民幣國債 全世界的投資者當然是沒有那麼蠢 每個都只是買美金 美金還有上升空間 令到中國債券就出現了一個大跌 部分內銀的理財產品更加出現了一個單日過億元的巨額屬回潮 所以他們唯有拉閘 不讓人拿錢 一度暫停 觸發部分人的恐慌 內地投資者包括很多散戶 急忙屬回他們的理財產品 而一班一眾的內銀陸續發聲明 呼籲投資者保持冷靜 並安撫投資者 指責債市情況 可防可控 大家不用怕 不會傳染人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說 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已經向部分銀行了解 相關機構應對短期流動性監禮的情況 你們有沒有錢找數 消息說 至少五家銀行 是應內地監管部門要求 在過去幾天 向中國央行和銀保監會報告了流動性狀況 潛在風險 以及針對投資者大額屬回理財產品 如何應對措施 出事的最大那間 他們報告就叫做中國銀行 招商銀行 興業銀行 折商銀行等等 其實還有一間叫平安銀行 我們收到一段短片 是說 11月16日 即是早兩天 深圳平安銀行總項 有一大群人是那些苦主 買了理財產品 上去鬧事 上去叫人們還錢 而平安銀行 找大量的保安 去招呼他們 這段影片我會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大家可以看 來自證監的消息人士說 近期內地的流動性狀況保持平穩 不過 人民銀行和銀保監會 沒有正式回應理財產品的熟回潮 剛才所說 中國銀行 招商銀行 興業銀行 折商銀行 還有平安銀行 他們的理財子公司 向投資者發布聲明 解釋理財產品正回報 正值回撤 即是價格下調的原因 很好聽 正值回撤 即是價格向後撤退 並表示 將會盡最大努力追求回撤控制 即是控制跌幅 以緩解投資者的擔憂 中銀理財的聲明即指 近期債券市場出現一定幅度的調整 導致部分理財產品正值出現不同程度的回撤 即是下跌 今次債券市場的回調原因 有近期寬鬆幅度 暫不及市場預期 大量的資金面收斂 以及資金中樞邊際抬升 這些不是人話來的 我翻譯一次給大家聽 這些不是人話來的 近期為甚麼跌得那麼重要呢 因為資金走去買美債 因為買中國的債券不值 這個情況在今年初已經出現了 所以持續的 中債買美債是市場的活動 原因 買美債是零風險的 贏的 收益比你買有風險的中國債券 你想想 誰會把錢買中國債券呢 這個問題 亦都使得全中國的債券出現了 價格下跌 當個個都拋售的時候 你就會下跌 下跌的情況就是 買了理財產品的人也要輸錢 而這些理財產品 是當時宣稱 贏 保本 不會輸 必贏 跟香港 強積金說是 保守投資 是要賺 賺硬的那些 就好像金管局 專門投資一些 很低利息的東西 像定期存款 紅寶仔 或者做定期 或者做 三個月定期 五個月定期 一個月一年定期 但是 原來做定期也會輸錢 大家有沒有聽過做定期會輸錢 我做過定期 我就輸了錢 為甚麼呢 有一次 說我來英國之前 當時我做了 做了定期 他宣傳我 師先生 你不如做著10萬美元才定期吧 那些是港幣 他說回報股 肯定回報有5厘 我想一下 回報5厘 試一下去做 好了 結果是拿了5厘 一個月 一個月定期 一個月我拿了5厘 但是結果我減了7000多元 為甚麼 匯率被他炸了 被他炸了匯率 我做了定期之後 我減了7000多元 含架令 你想一下 這是甚麼來的 根本就是找笨拆 所以現在外面那些甚麼三個月定期 特高息的 你千萬不要相信 尤其是做外幣 匯率會炸你的 你說做港幣也好一點 港幣對港幣 你沒有其他東西 但是你看一下有沒有隱藏條款 有沒有 我們有甚麼 其他地方要炸你的 我一來一回 總共 是被他炸了7000多元 我做定期 做一個月定期 我虧了7000多元 沒有了1% 收了的錢 我是收了利息之後 收了利息之後 虧了7000多元 所以 千萬不要相信銀行 銀行的壓策 剛才翻譯完他那句 不是人話的話說話 他後面還有說話說的 他說也有找樓市政策出台 推動經濟恢復 斜率預期 抬升 甚麼是恢復斜率預期 抬升 包括 包括防疫政策優化 提升市場風險 偏好等方面 債券價格下跌 因為有利好樓市政策出台 推動經濟 所以 所以 斜率回升 我也不知為甚麼是斜率回升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解釋給大家聽 應該 就是 因為 人們不買這些低風險的東西 因為現在 市場會變得好 買高風險的東西 例如買股票 所以 這些低風險的東西就被拋售了 所以價格下跌 通常都是這樣的 當市場不好的時候 這些低風險的東西就受追捧 因為會贏了 結果 現在被拋售 原因就是你不是贏的 你還會跌價的 你補本的東西就不補本 意思是一句話 就是補本的理財產品不補本 當你買下去的成本 買下去的時候 得出來的結果 比你的本金還低 原因是甚麼 被拋售 原因就是人家買美國國債是零風險 有兩厘多回報 中國國債是有風險 只有兩厘多回報 比人家零多回報還低 計算回報率是少了10% 人家是2.8% 你是2.5% 那麼你想一下 誰放錢在你那裏是不是拋售呢 是不是虧都要買呢 那麼當大量的屬回大量的拋售 債券價格當然要下跌 當個個都拋售的時候 個個都買 那麼債券價格下跌 當跌的時候 就會有人出來指虧 那麼加速那個跌勢 這個就是人踩人 近期中國 債市大跌 據悉原因 美元息率越來越高 跟人民幣息差不斷擴闊 令人民幣持續受到沽售壓力 近因 就是內地疫情防控和房地產措施密集出新招 資金緊張 令到中國債券牛市突然終結 短短幾日急回調 中國金融公司Win的數據顯示 在11月16日 10年中國國債收益率 升至2.86% 3年國債收益率上升至2.49% 意味國債價格下跌 因為收益升了 因為收益升了 因為債券跌了 其中 中國國債 期貨10年合約 主合約價格下跌0.27% 5年期下跌0.31% 至此 債券市場已經連續五個交易下跌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發布最新的報告 11月理財產品到期數量相對可控 這次債券急跌的 是積蓄汗空力量在爆發宣洩 在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牢固的時候 判斷債券的借利率並沒有持續快速上行的基礎 即是 接下來 中國不會有大量加息空間 只有減息 所以接下來的收益會不斷下跌 在中國債市大跌之下 集中配置短期固定收益資產的 現金型理財產品 正值回撤即時顯現 即是正值下跌 不少追求保本和穩定收益的公眾投資者選擇贖回 以避免更大虧損 明知道你虧了 當然要快要贖回 明天晚上 再賣便宜一點 即是 保本的東西不保本 近日一張招銀理財產品 招銳活潛管家添金2號 這個截圖在網絡廣泛流傳 引起很多人關注 截圖顯示 這款理財產品在某日由於贖回的客戶太多 已觸碰到巨額贖回上限 換言之 即是暫停 擠題 不准拿錢 報導這樣說 這款理財產品 在16日下午2時半已經釋放 贖回的額度 即是可以繼續申請贖回 根據投資者說明書顯示 招銳活潛管家為了固定收益類 的產品 發行規模是20億 但由於年月來中國債市下跌 令到招銳活潛管家 今個月11至15日正值持續下跌 累計跌了10.15% 其中以14日0.08跌幅最大 甚為罕見 這是中國債市出現三年來最大的跌幅 大家明白嗎 它跌的風度不算很大 但是最大的問題 是跌穿它的價值 你 投資銀行做定期 突然銀行告訴你 新先生 你那100萬 現在少了 1,500元 今天 跌了1,500元 你會立即 彈起 定期 定期也會跌的嗎 是的 定期也會跌的 那你是不是立即銀行把錢拿出來 不行 銀行提供給人提供了1億 明天才來申請提款 不是 一定要 今天沒得提款 是不是令到人恐慌 這個就是恐慌的原因 這個產品贖回規則 當這個理財計劃 這個開放日 正贖回申請份額超過理財計劃上一個交易日 份額的10%的時候 就發生巨額贖回 以此估算 這個產品可能是一天內出現了過億元的贖回申請 導致贖回一度暫停 最近壓力很大 一個上海債券基金經理承認 過去一星期特別忙碌 連露燕也要取消 不少投資者選擇贖回基金 只能用 桿桿桿和賣出利率 債等方法 來應對流動性需求 有銀行 資金管理部門的投資經理 向內地媒體的記者就這麼說 短債很快調整到位 即是預測跌勢已經接近尾聲 所以不建議內地投資者在現時低位屬回產品 以免招致無謂損失 他當然是這麼說 現在問題 全世界的人都會屬回 他不讓你屬回 因為你遲屬回 錢就會更加少 大家想一下 類似我剛才的例子 你傳100萬定期 今天銀行告訴你 報價為你跌了1500元 明天跌了800元 後天跌了1000元 連續跌了5天 沒了多少錢 現在中國沒有了1萬多元 我還在定期 沒了1萬多元 我趕快把錢拿出來 不好意思 先生 我們太多人屬回 我們現在沒有錢給你了 明天再來申請 不是明天來申請 明天再來申請 那麼你說有甚麼辦法不恐慌呢 我們看到一段影片 在平安銀行 一大班的私人上去 存了錢 幾百萬在這裡 你還錢 但是 不僅沒有錢 還被人家搞 保安 夾著他 不讓他拍照 反拍他 總之 你會覺得 那個問題是甚麼呢 你的問題 是 存了錢 有機會拿不到 大家當然要急 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保本產品 最低風險的 如果保本產品出事 這個才是人們害怕的 如果保本產品出事 那麼這個世界有甚麼是保本的呢 我再看一個數據 是網友給我的數據 他說 截至11月16日 最近一週出現收益為負的理財產品 去到12,861隻 萬多隻理財產品是出現負的 佔理財產品總量的比例超過35% 即是三分一的理財產品是跌破他的正值 單位正值跌破一的數目 是1966 即是你買一元下去 即是剛才說的 100萬買下去 現在你的本金少於100萬的 有1966隻 佔比是5.7% 剛才說的12000隻跌的 是算是利息的 例如你買的理財產品有2厘 有2.85利息 那麼 現在 連續跌幾天的話 你現在只剩下的可能 還高於1的 因為本身你可能100萬買下去 一年之後你拿回102萬8千元 如果他不倒閉的話 但是現在 跌了很多 但是 還有1966隻 跌穿1 即是說不單止沒有利息 還要虧本金 比率是5.7% 你想一下 理財產品之中 有5.7% 是 拿不回本金的 是要虧本金的 你想一下 那些人是不是恐慌呢 所以 現在大陸 是出現過很大的問題 連最低風險也會出事 那麼 遲些會是甚麼呢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就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甚麼 尤其是平安那件事 我會跟大家跟進 大家也可以看我們 我會在 事後 稍後上載 蘋果的影片上去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安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1 1 2 7 4